中邑铸千秋,正气传万代,今天我带大家走进藏山,探寻赵氏孤儿里的中邑故事。 长英,一届门客,在赵家危难之际,舍己子,就赵氏遗孤于藏山,收藏赵氏一门,十五年忍辱负重,最终却以死回应,坚守心中大意。 难以想象,成英当时的痛苦与纠结,舍己自我小意,拯救了赵氏一族的未来。 从舍子到腐孤,是对自己承诺坚守的义,赵氏满门抄斩,冒险收藏起义门,是秉着对朋友的义,在完成复仇和忠心的心愿时,却凯然赴死,是怀着对社稷的义。 舍生取义,前有古人,后有来者,我想,在成英心中,只有坚定和无悔吧。 藏山,他静静诉说着那些被时光掩埋的中意故事,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。 中意传千古 山水揭文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